六四之后很多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 其实很多就是因为当时被通缉 有些也都在内地坐过监 然后就去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 当然有些就很努力去为自己的前途去打算 有些是做了牧师做了传道人 有些是继续在文文圈子上搞权力斗争 也有些就很上进的 黄丹起码拿过哈佛博士 李璐三个博士学位 最近生意都做得挺大 有些很生性的 譬如我2007年在纽约遇到封重德 那时候他就去纽约中国人权那里做事 后来现在又好像又不在那里做了 有些就真的很生性 他很懂为自己的未来去打拼 但有些年纪又大 好像闫家琪两空播那样 放例子这些 我们就觉得当时这一级的教授 到现在他真的很凄凉 那凄凉的意思就是说 当年为了理想 八九年年头的时候上书 邓小平要求释放那些政治意见人士 从那里开始到四月中 这个胡耀邦死了 然后悼念活动一出 结合在一起 当然这些全部在共产党心目中 全部都将你打成反对派 意义分子或者反革命 但是这些学有专精的人 在学术界这么有贡献的人 流亡海外之后 最初当然有一段时间很辉煌的就是 大家访问你了 很多人都关注他们在美国 或者在其他国家的情况 慢慢叫做out of sight 大家已经不记得他 但是他又有家归不得 这些是最惨的 最惊讶我们想说这一件事 刚才你讲了这么多 刚才有一本回家 其实最惊讶回家里面的人 是一个都回不了家 回不了家 这些人才是很可悲 那个是你自己的祖国 是你自己的母亲的大地 为什么你是曾经为了他 而付出过 今天不受避你可以回去的呢 这一样我们怎么可能接受呢 还有你刚才说那群人 他是不是真的现在已经继续 去以前那种风光呢 可以告诉大家听 不是的 是很多人 他不止在经济上有问题 他心灵上有问题 还有他们在自己的国籍上都有问题 他们永远都不觉得自己是 黄丹现在他说他离开美国 要去其他地方 都是拿一张难民证 那些身份证明书之类的 你说挺恐怖的 挺陰功的 就是他的护照 就是中国护照又没了效了 他又没有去入籍 当然有些人入了美国籍 其实这都是个人的选择 就算他说他入了美国籍 我们都看到很多 就算他真的入了美国籍 他的那个牌头 他的身份证是美国籍 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他仍然都想回回自己的地方 你说这有多可悲 这个就真的都颇淒凉 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想想想 真的难道强权 真的永远可以胜利 是吧 想想你又觉得很悲良 大佬 你这样看 我觉得强权的胜利是一时的 在历史里面可能是 历史世界里面 只不过是那十年二十年里的胜利 就好像陆哥在本书里接受 陈润思访问 他说那个历史长河里面 这一件事 这二十年其实很短 很小的 对啊 只不过他历史给了一个机会 他做了一件 他认为应该要做的事 就算好像陆哥也好 我最近也有跟他见面 他都就是 你不可以说是坎坷 但是他不应该 就是好像现在这样 他可以更好的 但是没有办法 有时我们看到这些 譬如好像我 当有些见到 我们又觉得OK的 开心的 譬如我零七年 在洛杉矶 我特意请王超华 跟王丹两个吃饭 在洛杉矶一家日本餐馆 就谈了很久 跟当地一些香港留学生 在那边已经在那边下席了 在那边做事的了 跟王丹和王超华 我们大家都谈了很多 他都 王丹起码就 他说了他 好了 拿了博士学位 在学业上 学术上有点着落 但是接着下来 他也是不开心的 因为他又想回大陆 香港都不准来 还回大陆 现在香港都不准他来 他又想回去 又想回家 他妈妈要见他 他妈妈要山长水远 到前头飞去美国见他 所以其实他们都应该 发起一个回家运动 当年在六七十年代 台湾有很多滞留海外 那些政治意义人士 一样 有主张台独的 又有那些所谓被认为 他可能会在台湾搞反对运动 都滞留海外 有家归不得 有所谓有黑名单 都八十年代 大家炒这个黑名单事件之后 整整又有一些闯关 过去很多 在台湾一样有这些 但是起码 一有了民主政治之后 九十年代 开始国会全面直选 接着九十 一九九六年 这个总统一人一票选举之后 所有滞留海外那些 甚至被通缉那些 全部回到台湾 包括现在那些什么陈唐山 还有那个黄恒南 做了这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这个黄恒南 当年是寄油包炸弹 炸这个当时的省政府主席 謝东敏的手 你知道吗 謝东敏的手 一拆开油包 给他炸 每个都回到台湾 当年在三藩市开枪 暗杀蒋国那个 又回到台湾 今时今日国民党 国民党的前后任主席 都去跟中共主席 胡锦涛扼手言欢 相逢一笑闻恩仇 那时候我写了一篇文 我说你国民党和共产党 都欠了你的支持者一个教导 尤其是这些支持者 因为支持你这个政党 搞到家散人亡过去 共产党 也有很多人被国民党杀 国民党也有很多人被共产党杀 他的家人 因为他家里有人去做匪蝶 有人做台德 搞到真的家散人亡 为了理想 我为了共产主义 接着我就去 跟你国民党拼命 国民党那些我为了三民主义 我又跟你共产党拼命 你现在两党的领袖 相逢一笑闻恩仇两岸 关系如何如何好 那些过去为你卖命那些人 你其实真的欠他一个教导 政治就很残酷的 共产党没有欠你的教导 现在以前帮共产党那些香港那帮土共 现在全部都封 我意思就是说 你帮共产党搞国民党那些 被人拘捕了那些 那些多糟糕 有时看下 有时政治真的很残酷 一将功成万骨枯 很多时就是 你一个领袖 就是那个成功 你是很多人用鲜血 帮你堆出来的 有一个问题又来了 就是因为有八九之后 因为有反对之后 现在就跟着来 就有二十年的风光 跟着整个中国的经济起飞 这帮人现在上面 多少大富贵 他有没有多谢过这一帮当年 为了理想 为了国家好 为了民主 这帮人有没有想过他们呢 这帮人有很多都不回到大陆 现在享受这个改革开放成果 那些贪官污吏 就更加不会想到这帮人了 那些大款 就只会觉得 你这帮人 当年 对不对 他怎么会 去感谢你 当然不会 老实说 政治 现实都不得了 现在社会发展到这样 其实大陆现在 没有什么廉恥的人 我告诉你 这个真的 如果就算富 好像孔夫子所说的 你都要富而好利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再和阿胖仔谈第二个问题